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三省正式称为部正式司 为山东辽东都司 在行政上隶属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四川 国广 江西 浙江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福建 而我国历史课本上的这十七版图 基本上都囊括了机密地区 一则是为了彰显出我们过去的荣耀 二则也有为证明 这些边疆地区自古救赎我国 所有的目的 而实际上当今世界对一国领土的公认 都是以近代以来各国的实际控制疆域为依据 而不会以某争议的几百上千年以前归谁所有去界定 现今疆域一词是自西方而传入的 我国古时候有天下的观念 而并无现今的疆域认识 诗经北山及岩岛 普天之下 莫非王普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天下观念是以作为中心 而认为整个天下都属乌自己 故而 我国在历史上常以天朝上国自居 也只有我国的君主 才有资格称皇帝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 而疆域的概念 则是建立在一种较为平等的认识之上 以此界限很明确 故而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长城乃是我国历史上的北部边界 就比较荒谬了 展开全文华夏王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 并不会有明确的疆域划分 而长城 绝不是修筑在国境线上 以作彼此之疆界用的 而只能使一帝式修筑 以便无军事防御 比如 明处有九大赛王 宁王 辽王 韩王等人的封地 就在长城之北 而游牧民族更是居无定所 飘忽不定 更不会有疆域认识 比如 满兴乾隆年间的蒙古土耳沪特部 因不堪沙俄的野蛮统治 从福尔加河下游地区 一直迁徙到新疆的伊犁地区 那肯定不能说 从福尔加河下游地区 一直到新疆的伊犁地区 都是蒙古土耳霍特部的疆域 北方游牧鱼猎民族 其本身就不像农耕民族那样 对土地有明确的产权认识 而更接近一种公共产权意识 它可以在这里放牧鱼猎 别人也完全可以来 故而 有人会认为 假使满清没有入关 我们的现金疆域也只有三四百万平方公里 而这种假使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史上的华夏王朝 没有向北方游牧鱼猎之地开拓与定居 乃是在当时并不具备开拓定居的条件 而随着近代对游牧鱼猎之地开拓定居条件的 渐渐完备 以及华夏核心区人口的几何增长 华夏核心区的人口 自然就向周围人口较为空虚的地区溢出 满清后期 关内人口大规模闯关东 走西口乃至下南洋 其本质上就是如此 而满清在很大程度上 反而迟缓了这进城 满清将关东立为禁地 而严禁汉人闯人 我国现金相遇的奠定 乃是闯关东 走西口 占新疆 进西藏的一系列经营开拓 血占牺牲的结果 以满清之禅若无能 若不是被推翻 还不知道江界又在哪呢 我国历史上的华夏王朝 虽与周边的国家 部落之间 没有明确的江界划分 但华夏王朝的直接辖地 还是有边界的 如按今天之疆域概念来论 汉 唐之都护府 实则尚与驻韩 驻日的美军并无本质的区别 也算不上是汉 唐之疆域 汉 唐之都护府为军事机构 而非民政管理机构 在都护府的势力范围之内 只有汉 唐的少量几万驻军而已 当地仍是各自完整的国家 部落状态 这与我国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绝不一样 而更像是美国与日 韩之间的关系 故而历史上的华夏王朝在实力不歹的时候 对基迷地区的丢弃也并不那么痛心 而丢失燕云十六周的感觉 跟丢弃西域的心形绝不可能一样 那以直接辖地而论 大明的疆域只有三四百平方公里 那大唐的疆域与大明相比又如何呢 实际上 大唐的疆域还远不如大明 大唐的直接辖地在安石之院后 就彻底建了底 而后来的五代十国版图 焉云十六周被割之前 就基本上算是大唐的直接辖地 与大明相比 大唐的直接辖地少了辽东 云南 贵州及今天的甘肃 青海的一部分 而实际上唐朝时期的大片江南地区 还都有待开发 尤其是岭南地区 更被朝廷当作是猛荒流放之地 其统治力甚微 更不能与明朝并论 参考史籍 资质通鉴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